Hello 大家好 欢迎到KS看股 今天是11月3号2023年 看来11月有一点抗讨啦 有一点动力啊 马阿股这两天有大量的反弹 至少啦至少啦 至少有一点机会啦 有一点什么 希望啊 有一点希望啊 今天有两个大新闻啊 就是有几个大新闻啊 就是第一 Bajaya Corp ok 进股那个Saukon Saukon Saukon今天有反弹轮 不是 然后又卖下来啦 ok 你知道啦 Saukon 蛮波动向的 所以他成为这个Saukon的 大股东 买了 5% 成为大股东 还有一个就是 那个San Benfrey 那个美国那个 导了的那个 加密货币交易 broker啊 啊 crypto accine啦 交易所啦 啊 Saukon 那个呢 已经被判 有罪 但还没有判他 他的罪还没有 罪名 罪名成立了 但还没有判他 几多年 啊 或者要坐牢 或者什么啦 啊 或罚款什么 还不知道啦 啊 啊 啊 那个 那个 啊 啊 法官还没有 还没有判他的罪 几 几严重啦 啊 but现在我们知道是成立了 罪名是成立了啦 ok 所以还有一个新闻 Apple Apple他的报告出来了 他的业绩报告出来了 比疫情更好 but他的中国的销有跌一点点啦 but他的这个 service 服务是起了 but 有一个不好的他讲他 下一个季度啦 就是年尾啦 可能 他的 成绩啦 会跟上一年一样啦 因为market 这些分析师的意料他 会比 上一年更好 因为 每一年 每一年 每一年的这个 人买东西更多的嘛 通常都是 人更多嘛 这个什么啦 这个 薪水更高嘛 每年嘛 加薪加薪 so 通常他们意料 就会越来越好啦 but他们那一讲呢 but Apple有讲 苹果有讲 啊这个月 这 这今年的第四个季度啦 最后一个季度啦 他的这个 少了一个星期 他讲 一个星期比上一年好像短一个星期 that's why 他的 整个星期的 这个 销量啊 啊 销售少了一个星期当然他的销售会跌啦 如果没有少一个星期可能会 破 破上一年的记录啦 好过上一年啦 but可能现在他讲是 差不多一样啦 but market还是蛮强啦 最重要我们明天我们明天看 大局 啊 看下比特币看美国看苹果看特斯拉全部啦 明显很重要啦 因为现在 market可能要起飞啦 ok 尤其马股啦 ok 呃 我们看看明显是明显啦 请注意本人并非专业交易员或顾问分享个人的交易过程仅为娱乐目的 本视频中包含的任何意见报导研究分析价格或其他信息均为个人观点并非投资建议 对于应采用视频中的信息直接或间接导致财产或资产的任何损失本人将不负担任何责任 外汇指数股票期货商品能源贵金属等交易具有高风险 请您投资前妥善研究评估并请根据您的交易需求寻求专业财务顾问的建议 OK 如果还没有点赞的话不要忘记点赞 点赞一下啦 还有点阅啦 OK 这个就是那个新闻啦 这个啦 Ex Crypto Mongol Sam Bankman Free Convicted on Multi Billion Dollar Fraud OK解释一下啦 华语 OK 如果你们不知道这个就是他 他做了这个 这个加密货币交易中心啦 本来钱很多是不见掉了啦 前加密货币大亨Sam Bankman Free Convicted 因FTX数十亿美元欺诈被判有罪 FTX创始人Sam Bankman Free Convicted周四被判有罪 罪名是从其现已破产的加密货币交易所的客户那里窃取资金 这是有记录以来最大的金融欺诈案之一 这一判决进一步巩固了这位31岁的前亿万富翁的失宠 亿万富翁啊 不是百万富翁啊 所以现在就分分钟要坐牢了啦 OK OK 我们看国际 OK 马拉股收在一诗 OK 1449啊 10.16点上了0.706% 新加坡上了1.984% STI香港 航星上了2.516% 韩国COSPI上了1.076 全部很强 Nikki日本也上了1.102% 中国FTSC上了0.703% 中国SSE上了0.711% 中国SXSE上了1.24% 澳洲也上了1.138% 澳洲也上了1.138% SMP台湾TSCC上了0.675% Nifty印度也上了0.571% 全部清了 然后反弹也蛮强的 这个亚洲了 OK 我们看这个欧洲 欧洲英国 FTSC上了0.225% Condex上了0.201% 所以欧洲没有这样强 因为欧洲太靠近星期五下午了 太靠近这个市场休息 因为欧洲然后就到美国 美国之后就休息两天了 所以你不要意料 美国跟这个欧洲 欧洲会太强了 OK 昨天又强了 昨天美国到中上了1.696% NYSE2.2% 够务力了 上到够务力了 SMP上了1.886% Nestex上了1.782% 所以美国很强的反弹了 昨天了 尤其是Apple Apple他的报告高于益期 因为他的服务 他的服务 这个生意 这个收入很好 OK 还有他iPhone iPhone 他的量还是很好 iPhone的销售还是很好 他的tablet 那些手表那些可能跌一点 OK 我们看这个 中油 中油3606% 还是没有东西看 brand油 brand油 86.89% 也是不是很高 原油 82.57% 也不是很高 金1996% 也没有继续再突破 他还在2000那边调 OK 赢22.73% 开始跌了啦 跌下来一点 然后呢 美金对马币 美金开始慢慢调下 OK 4.7275% 跌了一点点 然后我们看这个 比特币 34.272% 那天他有做一个 三角性 他冲破 然后他回来 可能他有出事 34千 如果他跌破34千呢 可能是一个假突破 可能又跌回下来 比特币 他正在等 他正在等什么 他正在调啦 其实 有突破一点啦 OK可能还有机会上去啦 他不会有大量的大充 大量的跌破或者突破 因为他要等什么啦 等那个 ETF啦 ETF就是下一个大的这个动力啦 如果不是 可能是上下一点点罢了 OK 以太坊1792啦 也跌了一点啦 不会太强的啦 他就是等这个ETF啦 OK ETF成功被美国政府批准 OK 那个SPORTETF 就应该会飞啦 应该就会飞啦 暂时还没有啦 OK我们看这个 Malitia Stop Biz OK 哇今天量3.609啦 蛮强的啦 66 这个情绪66 上升股621 哇600多喔 很强啊 那600多是很强啦 知道啦 600多是很强啦 so 下跌股309 so这个 没有交易的是 991 没有变的是 443 OK 我们看这个 3.6啊 量啊 蛮大量啊 10.16 还是收在1449啦 没有 没有 1450啦 还是 还是撑不上去啦 OK吧今天还不错啦 今天你看盘啊 整天都是上了啊 上到3点之后呢 开始跌啦 你就要星期五啦 那些短期那些很多人开始套利啦 啊 玩那些短期交易的啦 短期交易的啦 短期交易的 开始3点就开始卖卖卖卖卖卖下来了 啊 啊 所以收市 啊 有集团啊 我们的 啊 国家队有推一下啦 好像啦 要推到前五还是推不到啦 1450 sorry 推不到 啊 今天SM track 所以讲啦 不要乱乱去嘴牙跌了啦 10%啊 Jackson还有上一点 JCY今天蛮强 啊 Sight Park还有上 看有什么 Soulcon OK Soulcon Soulcon就是啦 Soulcon跟Bajaya啦 今天啦 比较大型们的 OK OK 我们看看板块 全部是% 消费上了0.87 工业上了0.62 建筑掉了0.04 呃 科技 上了0.72 金融上了0.39 房产上了0.8 呃 呃 充值上了0.66 REIT上了0.45 能源上了0.54 医疗上了0.6 亿 电讯上了0.7亿 运输上了0.8 Utility 水电器上了0.6 呃 今天就一个红啦 全部清啦 蛮不错啦今天啦 OK 我们看看这个图先 看看KLCI OK OK 还可以啦 虽然有一个好像珍珠这样啦 不是太好了 啊 OK 他还有一点动力啦 充充上来一半 还是OK啦 OK 他有一个欠口啦 有个欠口有个尾巴 所以今天星期五人卖下来 可能啦 会到可能星期六 明天他会下个星期啦 因为他有一个欠口 然后有个尾巴 可能他会回调一点点 会回调一点点 回调你也不用太过恐惧 因为他 他有突破他回调他这边有支撑 他有支撑可能他会回调一点点 希望他能继续反弹啦 啊 我现在这样这个呢 不是很好啦 因为 啊 一个欠口啦 然后上面有尾巴 可能他会回调一点 希望就不要跌下来啦 回调一点就反弹 就OK的 就OK 我们看明天我们看一个星期图 比较好啊 比较准一点 我们看Ace Ace很强今天 1.49%上啊 所以冲上来看上 Ace可能要冲来这个通道顶 如果他冲破通道顶 可能他 他这个头肩做不成 他可能还能反弹啊 这个大的头肩啊 做成就惨了 所以我们全部看美国 美国继续上 马股应该是继续上 Ace market应该是QCI继续上 Ace market应该是继续上 Ace market应该是继续上 你看小盘 中盘 中盘冲上来有一个尾巴 他也是突破了啦 所以应该还有机会啦 还有机会上 OK 上到至少他要test这个通道顶啦 OK 通道顶 小盘 小盘0.87% 中盘是0.32% 他不错 他有一个 昨天我讲了 有一个真足 在支撑位有个真足 有一个确认啦 昨天又gap上去 他是很强啊 看来他要冲上来了 他冲上来这个 16000这边 16300这边 看消费 消费板块 你要开始看了啦 消费可能做了双底在这边 他突破景线 然后差不多 差一点点就要突破景线了啦 OK OK 继续再上 OK 他是突破了这个通道了 他继续再上下个星期 多一两天 下个星期你看是红 是青的 星期二是红 RSI突破50了 星期二是红的 看来他是突破 你要开始看这些消费股了 可能年尾就是他有红包拿的就是这个消费股啦 有机会 OK 因为他跌到很低 其他的全部充了 房产啊 EU啊 全部充了啦 充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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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消费是还没有充的啊 为什么我要讲有机会消费还没有充 你看这个544啊 是很大的阻力啦 他差不多在这边 这边这个低位 撑了很多次 这次反弹是年尾有可能我们的 啊 年尾红包啊 你要小心看啊 那些那些啊 啊 啊 消费股啦 Bardini啊 Bonia Aion 啊 啊 根定啊 那些啦 那些全部出名的啊 比较好了 出名的比较好了 OK 那些你要开始去看啊 啊 OK 不要讲我没有提醒你啦 等下冲上去了啊 你讲你没有追到咯 OK 科技 OK 科技冲上了有一个尾巴不好咯 还OK啦 他开始反弹了 如果他再突破 怎么样都是等突破62 啊 62.31 突破62.31 才OK啦 才好了 OK 现在还是有点小反弹 OK 还没有大量突破啦 电讯 电讯 OK 电讯充充充充充充充 不是很强 又尾巴下来 暂时还没有什么大量突破 啊 运输运输还在这个慢慢的上 还是OK啦 啊 我看美国 半头技术 OK 全部还没 还没长期突破的啊 那短期暂时是短期飞啦 长期还没有还没有真正的突破了啊 OK 全部都是正在反弹 我们明天明天看 我们明天看大 我们明天看国际 重要一点啊 今天看一下指明 我们全部 啊国际一个一个去看啊 OK 全世界的这些啊 啊 指数去看啊 OK 至少你有一个概念 你要知道了啊 你要知道 暂时 下个星期 哦 那些国际会怎么操作 我们本地有什么机会啊 今天 bomb啊 飞啊 马股 欠口啊 OK 一个欠口啊 飞飞上去了啊 就是这样子了 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 出到这个Fast and Furious了 啊 OK 希望他可以继续再飞 OK 啊 这个廖讲啊 这个Parker啊 Parker飞车了也是啊 Parker是去世了了 那次他创 创车了 不是想他驾车 他朋友驾车 OK 在天堂了 现在啦 Me Me很高兴啦 跳舞了 Muhammad Sifu啊 Nadal啊 啊 出了Fast and Nadal 呵呵 Nadal觉得 不相信啦 呵呵 Nadal觉得差不多要退休的啦 Nadal Nadal啊 差不多要退休的啦 Jokovic还在玩着 费得了就 退休了 啊 现在他差不多了啦 这个是三大天王啦 本来有四大天王 第四个那个就没有做到这样好了啊 没有到几十个Gram Sam 他现在变成三大天王不了了 啊 这三个 Jokovic还是很强啦 达到我看差不多的啦 他很多比赛他都没有去参加了啦 他差不多要退休的了 他是有伤在一身的啦 他没有讲啦 Andy Andy很高兴啊 OK 啊 DPLaw 強行 David David,David飞了啦,火箭 Terry,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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rry在,在,啊,什么,drift车啦,drift车啦,drift车啦,这个叫做drifting Alvin,啊,Alvin分钱了啦,啊,老到了啦,分钱了,啊,今天,今天market就是这样啦,bom KLCI啦,啊,KLCI这个,啊,什么 啊,跳空啊,啊,跳空上仗啊,还突破,突破这个,啊,主力啦, 啊,下,下午有个尾巴不是更,不是很好,啊,今天是星期五啦,啊, 就星期五,就有个尾巴,是有,啊,因为这些短期的,这些,啊,短期操作的,很多在套力啦, KBOK,啊,BOK很高兴啦,啊,OK,哈哈,哇哦,眼睛都大啦, Steve,讲good sign啦,暂时是好啦,啊,哇,有福啊,哈哈, Ryu,Ryu混混啊,Pu,Pu拿到,拿到这个蜜糖了啦,Pu是最喜欢吃蜜糖的啦, 这个,啊,Yup讲是compositor股拉上去罢了啦,政府拉上去啦, OK,政府和这些,啊,啊,这些啊,资金的, 其他的股还是等,等下跌啊,他讲啦, 咪,咪高兴啦,啊,咪,哈哈,good啊,啊,B,啊,这个,啊, Cander,Cander去世了啦,刚刚啦,啊,刚刚去世了,他是,好像是,啊,心脏病了,啊, 他跌进水里面了,啊,啊,真的,啊,真的吓一跳啦,啊,很难讲啦,这些东西啊, 这个paw walker也是啦,啊,起死了,啊, OK,我们看这个,啊,没有啦,没有其他的了, OK,Great Tech,Great Tech,突破不成功,等下我们自己看, 好,早上我看到他,好像要突破不成功,我们自己去看,啊,等下, Matrix,Matrix冲上去了嘛,Matrix,啊,不是这个图, Matrix,Matrix冲上去了嘛, 3.2,然后Matrix冲上去,他突破了三角形了嘛, 哇,他有一个三角形突破,看来,Public Bank 1.8有机会啦,啊, 希望他在这家里,画一条线这边,画一条直升线,没有跌破这条线,OK啦,OK, 我们看一看,啊, 新闻,啊,这个就是啦,Apple啦,Apple第四个季度啦, 啊,比这个预期更高,还有这个,啊, 因为是要,啊,重新,交上去那个重组的这个,啊,计划,啊, 啊,不是,不是重组,Apple啦,啊,叫什么Apple啦, 重组啦,啊,重组那个Busa不给他,他退出,啊,不给他离开,啊,脱离PN17啦, 所以现在他,他重组啦,OK, 所以我们看看这个国际先,啊,看看新闻先,啊,这个, 分拆资产赴美挂牌正面,Capital A脱困有望,啊,这个可能可以帮助他啊,这个脱离PN17也有机会啦,啊, 啊,so,我们看看这个,Capital A,0.61%,Capital A还没有什么,啊,开始这边调罢了,还没有什么大的反弹,啊, A是X就要这个啦,啊,要这个享受,看一下他有没有机会,我们看看他的图先, 一巴仙,今天上也没有什么东西,啊,没有突破2.2,突破2.2才讲,啊,没有突破2.2,还没有,Capital A呢,就,也许,啊, 0.87啦,突破0.88才讲,啊,0.88,OK,嗯,可以看看其他新闻, U-TEC啦,啊,U-TEC因为现在呢,这个好像中东的战争好像就没有这么严重了啦,啊,慢慢的, 因为美国一直,要一直叫这个,啊,U-TEC不要,啊,不要,不要乱乱打仗啦,哈哈哈, 啊,不要一直在攻击啦,啊,就,就要,叫他慢慢的减少那个攻击啦,啊,还有这个,中国,你看啊,中国的这个,这个工业啦,啊,工业慢下来, 所以他的油,就用量就没有钱了,没有这样多啦,啊,所以他的需求量没有这样多啦, Bena Puri,Bena Puri想做,想参与多一点的Tender啦,啊,希望他再,再利啦,啊, 他出新闻啦,我们看看啊,啊,看看他的股怎么样跑的, Bena Puri,嗯,Bena Puri他有突破了,长期他是很低啦,跌到很低了的啦,啊, 啊,再跌到几千罢了啦,他再,在这,我都不知道怎么讲的啦,啊, 啊,跌到,那天跌到两千罢了,所以他手,收在,他,他手的稳在四千上面, 他长期可能有,有机会慢慢反弹啦,啊,如果他拿到多一点Project啦,啊, 啊,这个,这个要收收一点点,也许可以试试啦,啊, 啊,这个不要乱乱去晒浪啦,啊,这个,因为这个图我看不到啦, 啊,看不到很清楚啦,啊,因为他,他拉住看不到啦,啊,拉住看不到,啊, 拉住看不到,啊,拉住看不到,啊, OK,啊,云顶反弹啦,啊,连,连,连未了啦,啊, 我们看看云顶, 云顶跟,啊,云顶, 跟,跟定马来西亚,OK, 所以跟定呢,跟定,啊,他手,他手的住四,四块钱啦, 那天我讲啊,他不,最好不要跌破四块钱啦, 他手的住四块钱,他有机会啦,慢慢上,看来四点四五也许有机会啦, 啊,可能,可能更高的有机会,因为连未了啦, 他这个时候他不起,没有机会了啦,啊, 因为最深,最好生育啦,连未了,应该,还有机会要起, 跟定马来西亚,跟定马来西亚,也是,也是,啊, 啊,暂时他守得住,两块四啦,啊,没有跌破两块四, OK,看来也是有机会啦,也就会,机会啦, 上面很多这些超高的目标啦,我看要去这些高目标是不能啦, 可能要等多一两年啦,啊,现在可能,上高一点有机会啦, 啊,四点四五,四点七,更定,更定,更定马来西亚,可能, 2.6,啊,2.6,2.7,可能有机会啦, OK,我们看这个,啊, 啊,Saucoin啦,啊,Saucoin这个Bajaya,Bajaya Coop啊, 成为大股东啦,啊,所以他买了这个,啊, 55M股啦,啊,55M股,啊,然后呢, 5.43%啦,OK,所以我们看看两间公司,看看这个谁先, Vajaya,Bajaya没有突破,还在那边,今天,量也六个M平均, 也是6M今天也不大 所以没有突破0.32 突破0.32先了 他还是没有没有没有突破 我们看一下烧困 烧困还有9% 所以他有跳空了 今天蜡烛不是很美了 不是一个阳烛 他是一个好像 这个叫我们叫罗机了 一个问号的蜡烛 所以没有方向 没有做一个方向 他守得住在这个上面应该 OK 他必须要守这个 0.225 他守得住0.22 他应该没有问题的 如果他下个星期 一下子就跌破0.22 他跌回这个横盘 看来他还 这个是假突破就不好了 OK 还有谁 MSM 他的CFO 被公司叫他去 拿 拿Lift GardenLift 怎么讲 那Lift是修价 叫他去修价 因为他们要做这个 要调查了 不知道是不是调查他了 他们要调查东西了 该糖精炼公司在周五 向马来西亚证券交易所提交的文件中表示 他的暂时休假是必要的 已促进正在进行的内部调查 有调查了 OK 看看MSM有没有影响 看看MSM有没有影响 OK MSM图件了 那天你要逃了的 图件了 没有到我们两个目标 没有到 OK 不是1.180每次都到 还能不能弹上去也许还可以 他有这个有限支撑在这个1.18 如果撑得住他1.18 可能还能上去 如果是跌破1.18 你真的要很小心 暂时你应该是在这个高位这边 应该也是可以套利了的 长期一起还可以 要小心 如果继续跌破1.18 就不好 给你们看这个动力股 首先不要忘记点击点一下分享留言 OK 记得 按那个铃铛 记得点阅 还有记得 点赞很重要 还有分享 跟朋友还有记得留言 你要开户口 交易户口 你可以试试这个CGSMB 其中一个马来西亚 其中一个最大的交易平台 可以玩马股 新加坡 香港 美股 然后开户口很简单 上网开的 你填 你这个视频 我的视频 description more 你看CGSMB 你按一个表格 你填 你填上你的资料 然后submit 用手机电话又好 电脑又好 交上去我的朋友 这个CGSMB 你miser 收到你的表格 他会call你 然后教你怎样上网 开户口 哪里都不用去 在家就可以开户口了 然后可以玩马股 新加坡 美股香港 然后很方便 啊 service好 然后有app 啊 有手机的屏 有手机的这个 啊 啊 软件 然后呢 啊 最重要了啊 这个水费也不高了啊 水费是其中一个最低的了 啊 就是这个交 啊 啊 交易费了 ok 我们看动力股 Gtronic 啊 今天科技股有几个啦 我们一下子看完它 很多个 ok 今天 啊 这个 apple的业绩 带动很多这些啦 这些这个 啊 动力股 ok我们看看 很多这个科技股 我们看看Gtronic Gtronic记得啊 我们用这个币密价值投资 找到了 Gtronic 啊 上了蛮多下啦 Gtronic 啊 我们从这边 反弹 应该是差不多这边开始了 开始 那天有50多巴仙 现在还有 啊 呃 现在还有几多 今天冲上去有30多巴仙 38巴仙 所以它做了一个 调整啊 啊 so 自动盈利啊 如果你用这个自动盈利 记得了我们自动盈利 有两个 最高的功夫啦 ok 记得自动盈利啊 我们有两个最高功夫 一个就是 market不好 market下跌 market很烂 market烂 我更高兴知道吗 因为我有自动盈利 币密价值投资 币密价值投资 跟我们讲 怎样找 便宜 找好股在便宜价钱买 等它慢慢的涨啊 怎样去 怎样去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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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样去 啊 买 哪一个价位买 什么模式你可以买 几时可以买啊 几时 如果不能 几时要逃 几时要 啊啊啊啊 止损啊 然后呢 啊 在在哪里卖啊 所以我们有教这些东西啦 所以这些是 是 是我们课程 你要知道啦 课程不只是一个啊 课程还有一个什么 啊 你记得 课程啊 你上课了 诶 诶 这个是英文的 课程我们有两个最 比较重要的功夫 就是 你记得我们十五级 十五级功夫 你一定要学完 然后十五级 ok 全部加起来 ok 全部加起来 做成两个的 两个的策略 啊两个最特别的策略 就是我的 币密价值投资 啊 还有就是自动盈利 啊 这么有还有自动盈利 自动盈利 你追动力股吗 如果这个股有动力啊 像我们看 现在我们拿这个 啊 我们拿这个 啊 Gtronic来讲嘛 ok Gtronic如果你追了啦 你在这边追了 冲上去50%你赚了啦 啊 是不是忘记了它 还不用呢 现在如果科技股再反弹 证明科技板块强 把股强 科技板块强 哦 突破 你也可以追吗 对吗 你追动力股吧 对那个有怎么样追 啊 它有模式吗 ok 模式 ok 冲上去啊 目标在哪里 在哪里突破可以进 啊 啊 怎样看它的模式 哪里哪里进 哪里卖 所以 然后怎样用自动盈利 怎样用保健 啊 这个就是 啊 market强 啊 啊 你就可以用我的这个 自动盈利策略嘛 啊 所以我们的功夫全部加起来 有两个策略嘛 两个强的策略嘛 然后还有策略不用紧 你随了这两个强的策略 我还有给保健你嘛 Smart MCDX 跟自动盈利讯号嘛 啊 帮助你去 啊帮助你去这个 观察那个股到底强不强 啊 要不要止损啊 要不要套力啊 这个就是我的策略啦 ok 随了功夫 随了全部功夫 做成两个最强的策略 然后还给保健你 ok 啊 这个就是啊 你要参加现在也可以1688 你知道啦 11月12月 我是开始会做什么 做优惠啦 1688 真的很便宜了 很便宜了 你知道我做优惠还过便宜了 因为我做YouTube 这样久你们这样支持我啦 如果你没有支持 你们没有支持我的YouTube 啊 就不能做到现在这样了啊 做到现在这样多人看了啊 你们支持我也不会参加高了 其实我参加你十千都有人要了 跟你讲了啊 啊 啊 你自己看啊 你自己看我每天的 我每天的 讲的鼓 我的分享 你看我的profile 我的组合 啊 我的组合 我有卸出来啦 几多个 几多个青 几多个红 你自己看啊 几多个青几多个红 啊 so 就是这样 所以一六八八啊 就是超级便宜了啊 我要参加你十千块 都有人了啊 都有人 我没有参加你十千块 ok but 优惠你不要忘记 你优惠你不去啊 你真的 你真的 你真的错过很多很多东西了啊 如果优惠你都不进呢 啊 你真的错过很多很多东西了啊 ok 啊怎么样玩这个 看到吗啊 三角形吗 对吗 flat pattern吗 七四啊 七四啊 三角形七四啊 突破 怎么样去套利 哪里目标 怎么样去追 啊 有自动盈利 我们有 有这个什么 有保健啊 就是自动盈利 讯号帮助你啊 然后怎么样去 几时可以进几时 你们自己看啊 突破1.55啊 突破这个七四 ok ok突破1.55 有机会进啊 目标在哪里啊 目标就是 这个提示的 珠子啊 珠子啊 所以看来还有机会啦 还有机会 1.82 1.9啊 还有机会了 如果再突破 美股继续上 我们 KLCI 这个最重要 我们的科技板块继续强 这个还有机会啊 所以你捞不到底 不用急 你还有自动盈利策略 ok 你miss掉这个 你还有自动盈利策略 你还可以再继续去追 如果没有什么策略 关注眼睛去追 所以你怎么去追 你也不知道哪里是高 哪里是指挥 哪里是危险 很多东西 所以有一个朋友那天讲 他早点看我的视频 他走少很多烟网路了 ok 哈哈哈 ok我们看me 还有me 还有me 还有dofu 我们看dofu dofu就是失败啊 我们这个 自动盈利策略 币密价值投资 失败的有两个记得咯 暂时失败有两个啊 其他的全部都是上的 失败有两个 一个就是这个 dofu 还有一个就是revenue revenue不是讲不能 还有机会 现在他有那个 上网借钱的 上网贷款的license 可能还有机会啊 这个不要讲失败先 暂时我算了 失败也是 暂时看到是两个了 所以这个dofu 也是其中一个啊 失败 不是讲还完蛋了 也许他还有机会反弹吧 你止损champion 他再滴滴再反弹再玩过啊 证明你可以买到更低 你的利润更高啊 ok so不要怕下跌啊 最重要你会看罢了 你会玩 你会操作啊 ok 啊eg 啊eg我讲了 eg飞到哪里去了 你看 啊eg又是币密价值出资啊 捞底突破 啊ok 我们就是有看到的啊 so现在这一波不成功 我讲他要突破1.53 1.53不成功 but他还没完蛋 因为他还没跌破止损 1.32 啊 不是讲完蛋啊 他的图完蛋啊 很多人以为我讲公司完 我没有讲过公司完蛋 公司全部都是很好的 只是我在讲他的股 是冲破还是跌破 跌破完蛋就讲 跌破罢了 可能他还跌到更低 不是讲公司完蛋啊 讲图罢了啦 ok 这个突破1.53有机会 因为你看他有一个头肩 啊 所以我们等他到底能不能炒到这样更高 完了啊 ok 暂时还没有啊 还有Graytech Graytech失败 哎呀 今天我看到一个三角形 他刚早上突破很美的 啊 今他的量1.3 啊 所以他上了1.3% 他的量1.08 7到1.66 量也不够大 but有增 还有机会 下个星期他不要再红就可以了啊 如果下个星期还是轻色再上 还可以 ok 如果下个星期他红 转红几天 啊 如果星期一星期二他转红 这个不能了啊 他他他他假突破 他要跌回下来啊 不是一定成功啦 ok 啊 还有所以啊 啊 Atech 啊 Atech今天也大反 蛮大量反弹咯 Atech今天2.78 啊 600多千 去到700多千 780 所以还没有啦 啊他有反弹 这边有支撑啊 2.4到2.6 他还没有大量的冲上去 ok 啊 所以 啊 啊 711 啊要看看啊 因为炒Bajaya 可能他又 他会有角色啦 but 711很 很波动 你要很小心啊 很小心啊 看看可以吗 啊 没有啊 他还是卡住在这个2块钱 2.06 没有东西看 啊 啊 ok 所以现在跌到更低 更好啊 因为你看目标在上面很多了啊 啊 然后那个Mitsui又加股份了啦 又又又又又加仓了 看来啊 他 10点应该还有机会啊 还有机会 but他还没有反弹模式 还没有做出来 我们再等啊 就是我们有功夫 你不要乱乱去进啊 我不想这个一定会反弹 but 我们等他有模式的啊 他要反弹他有模式的跟你讲啊 等他模式出来我们才走进去 所以不要乱乱来 可能还会跌 慢慢的等啊 所以我们等很多个 现在要等这个 等Lexcam 等 等Lexcam 等 LcTitan 等 Mr.DIY 等Singheng 等 Bumpfresh很多啦 很多在等啊 这些 这些呢 比较安全 然后可能他 因为他 因为他跌到很低嘛 所以冲上来的 穿过很大 你追动力狗可以 我们追快钱 好像啊 Gtitanic再突破 我们追快钱 如果今天Grade Debt再突破 他能站稳 可能他又能去 我们这些是 快钱 找一点bonus 红包钱啊 我们讲啦 要大红包 大bonus 我们就要回老底 我们就制作这个 制度盈利 臂命价值投资 OK Azata 继续Debt还不用紧啊 我现在开始看他了 我看到我会跟你分享 在视频这边 free跟你分享啊 你要share那个功夫 怎样去找 怎样去看 怎样去分析 怎样去突破 怎样几时可以进 几时要逃 几时可以逃 套利 这些呢 你要上课成 but 我看到这东西 因为我是做 做YouTube 做YouTube开始的 我一直会讲的东西 我一定会跟你讲啊 90% 80% 90%功夫 交完你在这边 是没有收你一分钱的 你有收你一分钱的 你要学到完的功夫 当然 当然你要什么啦 因为 因为我做 我做视频 花了两年的时间 写 写那个功夫出来 拍那个功夫 然后又要做zoom 又要给钱买那个zoom的license 又要给钱买那个server的license 因为很多东西是hold side那个server 那个云那边 云端 全部都要给钱啊 不是免费咯 所以我再charge 陪你一点点钱罢了 不是要charge你10千块 10千块也是值得 我跟你讲 答案 10千块也是值得 是我是你啊 我觉得10千块也是值得 也许 10点 10点 也许10点 我不要交这样多人的时候 可能我会骑到时间快 交少 交少少一点 charge多一点交少一点 ok 答案 答案可能 大家还没有大量反弹啊 他有突破 还没有 你看到啦 那个什么价钱啊 那个中油期货价钱 去不到哪里去 你也不意料他会飞到哪里去 有关系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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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一个 sermiden sermiden有反弹看上可以不可以 sermiden是飞了的咯 sermiden这个 0223 现在再回调了啊 还没有突破 突破1.19千 看他的量 550千 去到882千 还没突破啊 等他有突破1.19千 突破这边才ok 没有突破 暂时还要等 然后lion bank还有1.43千 可能还一能去啦 ok 这也是追高啦 我们自动能力 自动能力这个 自动能力策略 自动能力策略去追的 如果他突破了 ok 所以我们有低 落底 我们有策略 market 墙 我们去追动力股 我们有策略数 我们方法全部都有啦 ok 当然啦 我就是靠这个 我就是靠这个 来找吃的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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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今天讲究了 现在market看来不错 我们明天 不要忘记 我们看大局 看美国 看国际 看看是不是继续 今天美国 是不是继续再借再利 再重 所以我们 一个星期 我们看了一个星期 我们就知道有一个概念 下个星期要怎样玩 ok ok 拜拜 明天见拜拜